Hello 大家好 我是Grace 我們有很多個月沒有見過 因為我也有很多個月沒有放過影片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做豆腐花 做豆腐花我們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我們這個豆漿水煮滾的時候 一定要煮滾 如果煮不滾的話 我們就會弄肚痛就會肚痛 第二就是我們煮滾的時候 有很多泡泡會來浮面 浮上出來 它就會寫的 如果你沒有看好 所以我們就要一直攪走那些泡泡 或者再生死火一點 如果真的太滾的話 我們盡量生死火一點 慢慢攪著它 然後再開大火一點 慢慢滾上去 大概滾7分鐘左右 第三就是GDL水 GDL水就是豆腐花水 當我們豆腐花水放進泡泡的時候 然後豆漿水煮好之後 我們就要倒進GDL水 沖進去才會變豆腐花 我們要把豆漿水 用高度數的沖進GDL水 讓它拌勻 不需要攪拌 記住不需要攪拌 只需要豆漿水高度數的 倒進GDL水 就會沖在一起 它就會凌固變豆腐花 好了我們現在可以開始 開始吧 首先我們把黃豆放進冰箱裡 浸過夜 第二天我們就拿出來過水 然後我們就把黃豆放進Blander 然後再加1200g的水 然後我們就可以拿黃豆去Bland 打亂過後我們就把黃豆的水 就隔走些渣去 桌子餅就可以拿來煮 記得喔 一定要煮至已滾開為止 煮至已滾開於日 煮至已滾好之後 繼續讓它滾 سے7分 controversy 才可以彎上來 焗面那段期間 這些泡沫就會滾好 所以我們要搗一下 然後去放3g的豆腐花粉 然後去到30g的普通水 等幾分鐘後,豆漿水表面會出一層薄面的皮 所以這層皮我們要先拿出來 沾豆腐花粉和水拌勻之後 放進碗裡 再用豆漿倒進去 用高一點的度數倒進去 然後把豆腐花粉和豆漿拌勻 所以我們要用高一點的度數倒進去 然後我們就可以拿走泡泡去 然後就可以關著蓋子等20分鐘 20分鐘後就可以拿上來吃開了 然後就可以做這個豆腐花的糖 我會準備70g的水、80g的糖 煮至它溶開過後就可以了 好,那我這個短片就完成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個短片的話 記得按讚我的影片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部影片見,拜拜! 拜拜!